湖南京县夺命寡妇村 五年内竟然有二十多名青壮年男子过世 而且死因其枭全是非正常死亡 甚至就连路过村子的男人 都会莫名其妙地晕倒 但是村里的女人却都安然无恙 当地的老人声称 这是阎王爷的惩罚 因为他们挖古墓是不小心斩断了龙脉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村子里的古怪 又和古墓有着什么关联 这里的男人为何会接二零三的离奇死亡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添加关注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2011年湖南新化的龙堂村出名了 不过出名的原因却不是什么好事 而是一个离奇诡异的现象 龙堂村并不大整个村已就几十户人家 但是近五年来就有三十多名青壮年去世 而且死因其枭甚至有的连病因都查不出来 一个人死亡可以归邪为意外 可这几二连三死的都是青丝的正直壮年的男子 女人们却都活得好好的 这就很难不让人多想了 于是龙堂村就有了夺命寡妇村的称号 而且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不仅村里的男人深受其害 就连路过龙堂村的男人都会发生意外 不是莫名其妙的晕倒 就是突然鼻血之溜 都险些丧命最后只能仓皇逃走 圣的男就亲生经历了一次怪事 那时他刚调到附近当老师 还没听出过关于龙堂村的种种传言 于是就在傍晚抽了个空 去看一个住在龙堂村的亲戚 结果刚到村口圣的男 就感觉到有阵阵阴风吹过 但是他当时想着应该是变天了就没在意 把拿在手上的手电筒打开后继续往前走 没想到刚走了几步 圣的男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鼻子里流出来 他用手一擦再用手电筒一照 好家伙竟然是鲜红鲜红的血 圣的男顿了几秒后 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然后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了 不过此时的圣的男 已经没有了走亲戚的心思 连手电筒都忘了呢 爬起来就拼了命的往家里跑 经过了这么惊心动魄的事 圣的男虽然感到身心俱疲 但是却一直睡不着 在熬到天亮后 就立即动身去医院 他想着自己应该是身体出了毛病 就让医生仔细给他检查一下 没想到这不差 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原本医生也觉得 圣的男可能有点小问题 但是检查结果却明明白白地显示 圣的男健康的狠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而听到这个结论的圣的男 并没有立刻放下心 而是追问医生他为啥会晕倒 还把自己晕倒的前因后果都讲了出来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医生的表情顿时古怪了起来 称赞圣的男的胆子可真大 竟然连夺命寡妇孙都敢闯 这番话听得圣的男莫名其妙 然后医生就给他科普了 这夺命寡妇孙的传言 医生的故事讲得会声会色 圣的男听了后只冒冷汗 但是他后来冷静下来一想 自己是个老师可不信 那些神神鬼鬼的传言 不过龙堂村的异象 也确实引起了圣的男的关注 湖南京县夺命寡妇孙 五年内离席死亡三十位壮男 唯独妇女安然无恙 村里的老人们都说 这是阎望爷的诅咒 他很想弄清楚村子里死人的真相 于是圣的男怀着忐忑的心情 再次来到了龙堂村 这一次他进村非常顺利 但是村里的景象却让他感到诡异 因为他的事业所到之处 几乎都是女人 不管是田间地头 还是村里的河边 都是散无成群的女人在劳作 自从圣的男进村以来 看到的男人屈之可数 圣的男就找了个村民聊了会儿天 终于了解到原来当时自己晕倒的那处空地 就是村里人埋葬过世的人的地方 据村民解释 圣的男之所以在那晕倒 是因为有冤魂在拦路不让外人进入 而且经过之前的几次意外 现在村里的男人只有十几个 所以在村里常见的都是女人 而当圣的男问到为啥村里的男人会离奇死亡时 一个老太太突然放低了声音悄悄地说 这是因为他们斩断了村里的龙脉 据说当年在建造邓家中学时 村民们在那块地底下挖出了一个古墓 这个古墓里倒是没出土什么值钱的东西 整个墓也不起眼 是用瓦片搭建的 不过上面画了不少奇奇怪怪的符文 但是当时谁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谁曾想邓家中学刚建好几个月 就有一位老师死在了那里 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的还查不出什么原因 后来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死人了 大部分都是年纪轻轻就得了癌症不治身亡 所以很多村民都觉得 这是和古墓脱不了干系 说不定就是因为挖古墓把龙脉给斩断了 对于老太太的说法 盛德南觉得有些夸张了 毕竟龙堂村就这么大点地方 咋可能还有所谓的龙脉呢 盛德南还专门请教了一个风水先生 结果人家一看就笑了出来 因为龙堂村和邓家中学隔得很远 就算真有什么事也影响不到他们 再说了这中学旁边既没有高山 也没有什么大江大河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龙脉的影子 听到这番解释后盛德南终于松了口气 可是既然不是风水迷信之说 那会是什么因素造成龙堂村男人死亡的现象呢 这是村里的一口井 引起了盛德南的注意 这是村里公用的银水井 但是井口旁边 却有不少垃圾散步 盛德南就想着会不会是水源污染的问题呢 可是这口井水村里人人都喝 为啥出事的都是男人呢 不过盛德南还是取了一些井水的样本送去检验 没想到这水还真有问题 水质受到了污染里面有不少寄生虫 但是村里人喝水都是烧开了喝的 对身体没什么严重的危害 这下线索又断了 可既然不是环境和水源的问题 那会不会是什么遗传的疾病呢 盛德南这会求助了专家 然后他们走进了一户人家询问 乌烈的女人正擦拭着过去丈夫的遗像 她说自己的丈夫就是得了肝癌不救前去世的 而且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她丈夫兄弟五个原本身体都很好 饮食习惯和作息也很规律 但是这几年其中三个人都是肝癌过世了 湖南京县夺命寡妇村 五年内有三十名男子离奇死亡 只有女人才能寿终正心 这究竟是人为还是诅咒 要说是遗传还有俩人好好的 要说不是遗传又怎么看都觉得怪异 村子里像这样的情况可不少 还有一些人连病因都没查出来就去世了 眼看的线索被一一排除 专家们的调查陷入了困境 龙堂村的诅咒之谜也变得更加诡异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起起之时 一份死亡统计表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上面显示近五年来龙堂村确实死了近三十人 但是只有七人死于癌症 私人死于工作时发生的意外 其他的都是在外物宫是意外死亡的 虽然数量上看是不少 但是每个人的死因都是正当的 而且之所以出现夺命寡妇村的传言 是因为死亡的这些人大部分是龙堂村二族的 所以才显得死亡量大寡妇多 而当时正好有人提出可以借此宣传 提高村里的知名度获得更大的帮扶 所以谣言越传越广越传越邪乎 如今真相大白都说谣言止于智者 希望大家不要轻易听信谣言自己吓自己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